正值十一假期 臺灣青年林坤佑 在江蘇泰州新廠區的冷庫裡跑進跑出 協調工人將一箱箱包裝好的軍工貨品搬上貨車 趕在黃金周消費旺季將貨品發往大陸各地 林坤佑家族三代人同事軍工行業 產業歷經多次轉型 她接班後營業額每年增長三倍 近日 林坤佑向中心社記者分享了她的故事 我的爺爺奶奶他們就開始所謂家族第一次的轉型升級 他們把這個農產品開始到山下以後 他們就開始做一些小兒的農貌 二次的轉型升級基本上就是到我父親他們這一輩了 我父親他們開始從小兒的市場攤販慢慢轉換成商行 在97年我父親因為整個事業版圖擴展的關係 他也決定說舉家 搬到大陸來 那那個日子我記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97年的7月1號 那就是香港回歸的那一天 所以那時候我才小學二年級 那我一下車的時候我就發現 欸 怎麼這麼熱鬧 花車啊 煙火啊 就很非常非常 那個場景我還小 但是記憶猶新 如今接力棒轉交到林坤佑和哥哥的手上 從廈門大學畢業後 林坤佑到一家餐飲企業鍛鍊了兩年 2016年他聽從父親的召喚回到泰州 繼承家業 雖是站在長輩的肩膀上 但開拓市場絕非易事 一開始真的很辛苦 一開始一個人拿著行李箱 拿著樣品 就在上海的街道上 無數的拜訪客人 無數次的被拒絕 我成交的第一單 是我自己開車到南京送五香貨 來回的路上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找到了一個 我可以繼續挖下去的路 可喜的是 近百年的企業在兄弟二人手中迎來快速發展期 他和哥哥順應消費者素食習慣變化 將新鮮均菇做成開代及時的速動均菇 定位自己為服務業的服務業 借力快速增值 拓展規模 目前我們在全國的省會城市都有我們的經銷商 像餐飲連鎖就是不及全國啦 那比如說像西北亞 老香機等等這類型的客戶 現在的企業屬於一個發展期 營業以三倍的速度在增長 再過五年 林坤佑的家族事業將迎來百年 伴隨事業發展壯大 作為第三代接班人的林坤佑和哥哥 也有新的發展規劃 百年老店其實更多的是一個責任跟榮譽 香港青年二代常常在說 其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麼多家人努力的汗水和淚水都在這肩膀上 所以必須扛著走下去 作詞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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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